大事至菩萨所修念佛三位之内涵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我们看人妻 事至观根大 这个根大跟前面的根大事不大一样 前面的根大事个别的观六根 这个地方是龙总的观六根 等于是兜设六根 这是一个总相的观法 看经文就容易清楚 大事至法王子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 即从作起顶礼佛足 而白佛言 我亦往西横河沙节 有佛出世 明无量光 十二如来相继一节 其最后佛 明超日月光 比佛教我念佛三位 这个法门的荡击众是大事至法王子 大事至的意思就是 这位菩萨有广大的威德力 他一举手一投足就能够振动三千大千世界 乃至于一切的魔王宫殿 所以叫大事至 大事至法王子这个时候与其同伦 同伦就是同类 他们在阴地都是共同依止念佛法门而成就无生法人 这当中有五十二个阶位的菩萨 这五十二不是树木 是阶位 是包括了干会地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根等教 那么这么多位的菩萨 即从坐起 顶礼佛足 而白佛言 我们回忆在往西横河沙节的时间当中 有一尊佛出世 叫无量光佛 这当中从无量光佛乃至于超日月光佛 在这一节当中总共有十二位的如来相继的出世 这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最后一尊 就是超日月光如来 因为这一尊佛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学法门 教我修学念佛三位 这念佛三位我们先搞清楚了 后面就知道它的内涵 这念佛三位的内涵我们解释一下 这当中有两层意思 约着所观境来说 它的所观境有四种 就是观想 观像 实名跟实相 观想就靠第六意识的想象 想象佛菩萨的一正庄严 观像是你必须有一个像 放在眼前来观察的 持名是以名号为所原境 实相念佛 这个实相念佛的所观境是真如实相 在本经当中 所谓的念佛三位是偏重于前面三个 就是观想 观像还有持名 观想 观像本经叫做一佛 意念佛的一正的功德 持名本经里面叫念佛 意佛念佛 这个地方是约着他的所观境来做区分 约着能观的智慧 某一大师把念佛三位区分成三种 第一个是唯念自佛 就是说 你在念佛时候 不管意佛念佛 你的内心当中是回光返照 正念真如 你看有些人 他念佛的时候 他念一句佛号 他重点不是那个佛号 他重点是在观察念佛是谁 说我为什么能够念佛呢 那个能念的心在哪里 他从什么地方而来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是唯念自佛的话 是通于整个其他的24个元通 完全相同 第二个 唯念他佛 唯念他佛就是说 你在一佛念佛的时候 你是完全只意念十万亿佛土外的阿弥陀佛的一正功德 这个我们讲就是有点心外求法 偏重事修 唯念他佛 第三个是自他俱念 就是有理有事 冷达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从自他不二当中来念佛 我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体性是无差别的 阿弥陀佛是存在我的心中 我也存在阿弥陀佛的心中 从自他不二当中来带动这个佛号 我们常说 托比名号 显我自信 十万亿佛土其实不离开我一念心性 既然不离开我一念心性 为什么要念佛呢 我要假借佛号把他带出来 假借佛号把他显现出来 这叫自他俱念 这叫比佛教我念佛三位 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么多的差别 有的约着所观境 有的约着能观的志 做一个区分 你这两段大概清楚了 后面我们讲到正文的时候就容易清楚 当然 艳佛元通章跟其他24个元通是不太一样 它是一种他立法门 其他的24元通偏重在自立法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